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Avada主题和Astra主题 它们这两家主题的模板 哪家的多 哪家的好 首先看Avada主题 它的DEMO演示站有84个 各行各页都有 左侧有分类 可以筛选 那么Astra主题呢 它一共有超过180多个 它这180多个可以用Elementor 也可以用下面这三个编辑器 但是这个模板的内容是Astra主题的 有180多个网站 它这个模板的意思是 用Astra主题可以很快的建立180个网站 其中的任意一个 从数量上来看 是Astra主题比较多 但是 要注意但是 这个Astra主题的模板都很简单 它只有几个页面 有首页 新闻或者产品 通常只有几个页面 这个Avada主题的DEMO演示站 它的模板站 虽然只有80多个 但是每个都是精品 每个模板都倾注了Avada团队的很多心血 我们在用Avada主题做网站的时候 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很精良 从选模板这块来看 我感觉Avada的更精致 从数量上看 从花样上看 还是Astra主题更胜一筹 说到这儿 让我想到了 还有一个是B-E-SIM主题 这个B-E-SIM主题 它也是60美元左右 它是以模板建长的 截止到现在 一共有600多个模板 它的模板更多 它这个主题里面的每一个模板 只有三四个或者四五个页面 从选模板这个角度出发 它俩各有优缺点 如果是我 我更偏向用Avada主题的代码演示站 具体网站是要看定位的 如果Avada主题这84个模板演示站 没有符合用户需求的 我们可以从Astra主题的 180个模板库里面挑选 或者从B-SIM这600多套 模板网站里面挑选 这是关于模板的